昨天舉行F-16V戰機莊接典禮 提升自我防衛戰力 打開歷史新業 但是代價是 到現在已經有高達4300多億元 未來要補齊裝備 恐怕還要再加碼 讓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最擔心 人力缺口恐怕20年都補不起 台海情勢緊繃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報告指出 中國已有或接近攻台的能力 建議加強台灣向美國軍購 而空軍斥資4300億 打造超級F-16V連隊正好呼應 這是一個配套 從F-16AB提升到F-16V 在人員的換裝上 它是經濟實惠 在我們的零件備料上 也有雷同的地方 國軍必要投資F-16V接裝典禮 蔡總統親自出席教育大秀肌肉 但性能提升裝備價格相當高昂 包括電站夾艙 首度亮相的頭盔瞄準系統 每點價值就超過1200萬 讓原店採購數量和設備速度生變 套件 軟體 還有這些消耗的組件 原件 要進場大修 需要的定期更換的定根件 都是要錢 人員的維持會非常的高 佔了47% 若說錢能解決的都是小事 F-16部隊擴編 所需107名飛官職缺 恐怕面臨空有政績 無人可飛的窘境 每年能夠增加的人數大概只有5到10人而已 107個飛行員要20年才能夠補足 20年飛機都舊了 兩三千億新台幣 結果放在地面上 變成戰力閒置 任官條例 服役的連線 可能要速度的來調整 畢竟沒有廉價的國防 提升自我防衛能力的代價 無論人力 兼費 缺口 挑戰重重 解針確定會持人台報導